哈囉大家好,我是Martin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W210-E230的引擎的一個內部的一些基礎結構 那我們先從我們的車子的右邊開始縮起 那在這個位置的話是我們的進氣 就是我們室內進氣的一個進氣口 然後在上面的話,這是它的一個進氣通道 那這個位置的話就是我們的一些電腦盒 包括 那 ECU啊,還有ETS啊,等等這之類的電氣管理系統都在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一個位置正 在旁邊這個位置的話是有一個熱水幫部 那個熱水吧,這個叫熱水吧,不好意思 這個叫熱水吧,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是我們的附水桶 然後機器箱 然後往這邊拉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的空流 空氣流量感支器 然後進氣管進來 然後到這邊我們的進氣氣管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面的話是有一個 節氣門 那我們的 剛剛線前跟火星塞就在這個蓋子的正底下 然後在我們的油軌上面的話有一個進油管跟回油管 然後這個管子的話記得時間到一定要換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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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 我們 那個 記號力型感 那這是我們的煞車的煞車被離器 然後總棒 然後電氣盒 另外一個電氣盒 那包括一些保險室座都在這裡 然後 這邊的話也有一個那個正極的一個 正極線 我們在舊色的時候會用到 那這是我們的雨刷水 然後ABS的一個總層 然後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位置的話就是我們的上水管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 動力方向盤的固理盤 然後 冷氣壓縮機的 那個 離合器 然後這個是皮帶調整器的墮輪 然後更裡面的話就會有那個皮帶調整器跟皮帶調整器減韌器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水管 然後來到這個位置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 這個是下水管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發電機 然後這一條是我們的熱水管的回流管 那這個就我們比較常見的一個那個我們的機油的一個量測口 然後722.4的那個變速箱的一個加油口跟它的那個量測的位置在這個位置 好 好 大致上的話我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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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大致上我們W210的早期的這個引擎的機械結構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是比較早期所以它配的變速箱是722.4的一個變速箱 所以這個這一套的一個系統的話它是比較原始一點 好我是Martin That's all